1908年,北京街头慈禧太后的葬礼,几张罕见的老照片,她的死亡标志着中国封建王朝的终结。慈禧太后的葬礼不仅是一次皇家丧葬仪式,更是一目令人瞩目的盛大场面。 据记载,慈禧太后去世后,北京街头瞬间变成了一个纸杂工匠们的独特舞台,内务府的扎纸工匠们忙于制作纸人,纸马,纸轿,洋车等等,数量之多令人难以想象。 这些纸杂物品的制作精细程度非常高,每个纸人,纸马都栩栩如生,与真实的人和马无异,他们的形象逼真,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。 不少路人停下脚步,观看这些纸杂作品,有人笑着说,这些纸人纸马比真的还动人呢。